6月15日美中导游联合会隆重推出美国导游培训项目推介会 70多位对导游感兴趣者参加了推介会 美中导游联合会会长黄晨 资深导游林东叶慧成担任主讲 Scott Wu主持 后疫情时代对旅游业需求开始逐渐恢复 对导游的需求有明显的加大 作为服务旅游界多年的美中导游联合会 做好提供合格导游的责任 推出了导游培训计划 开办导游培训班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 因为COVID-19大家众所周知 我们这边的各种人的生活 包括这个闲暇生活都受到很大影响 但随着这个COVID-19的减轻病毒的减毒 我们所面临的未来旅游的压力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说我们要预先做好准备 做出一些以应对于未来可能会增加的 这么一个旅游的压力 这么一个准备 就是我们要进行导游培训的这么一个初衷 那是为了让我们在美的华人有更多的机会进入我们旅游行业 会培训一批说专业优秀的导游 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 这个团队慢慢就进来了 所以说这是推荐会呢 这是对我们华人还是相当重要的 对我们旅游圈类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有了这个设想 基本上要培养这批优秀的导游 为我们国内来的祖国的领导做出好的服务 目前虽然中国的赴美因斯旅行团还没有完全恢复 但是每一年二三十万的中国留学生赴美的旅游的需求 以及呢在美国本土五六百万美国华人 以及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五千多万华人同胞赴美旅游的这个需求 仍然是我们市场呢 这个这个不断向前发展的这个旅游基础 所以呢在这边呢 我们是希望我们全部全体的洛杉矶的旅游业从业人员 能够提振信心 恢复对未来旅游发展的这个期许 通过实践指导 培养解说能力和人机沟通技巧 成为一名自信而出色的导游 美国导游培训项目推介会将作为职业导引 介绍就业机会 分享成功导游的经验和建议 帮助大家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导游的话它是一个职业 但是的话呢 它一定要掌握这个导游的这个带团的技巧跟技能 第二个的话呢 导游的话呢要具备三个心两个意 一个的话呢是爱心细心耐心 还有一个是安全意识 还有一个服务意识 那么导游的话呢 其实的话大家都知道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很多 但是呢真正要成为优秀金牌的导游呢 并不是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条件其实是很苛刻的 对一个导游真正严格的要求来讲的话 他要做到的面面俱到 而且是得心应手不容易 所以我们一定就是想提出这个 今天的这个会议来 告诉导游怎么样去做一个金牌的优秀的导游 导游培训班热线是626-297-9421 华夏电台记者 艾尔蒙提示采访报道 创造率